博 博士 他说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 去关缩海桥公司的精神病科的用药 你当立委可以去关缩用药 王慧博不从 他就砍他的预算 冻结他八千万的预算 张绍康辩论会上有点名 不在场的赖清德 担任立委期间曾经关缩 而且他还越骂越起劲 我从来没有做利益的关缩 你当立委怎么可以去关缩药品呢 怎么可以呢 王慧博现在是公开来指控你 你当立委去关缩药品 我觉得你比阿扁还不如 阿扁至少当立委的时候 我没有听过他有任何贪毒的事情 那你在立委就这样 你在副总统就这样 当了总统还得了吗 张绍康点名赖清德关缩药厂 赖清德禁办发言人发声明反控 此篇天文早在过去就曾在蓝营群组流传 今年二月一个网站又再度刊登 赖清德禁办还曾为此采取法律行动 文章立刻下架 并列出三点说明赖清德从未与任何人 共同经营任何公司 新要审查业务也并非立委职权范围 预算决议更是出席委员决议方式通过 赵昌康的指控是不懂张董 这完全就是造谣抹黑 这在早在过去就已被踢爆为错误文章 王惠博不但被批评为马英九 实在史上最烂的监委提名人 更是史上最烂的政治抹黑打手 赵昌康指控官说 赖伴严重驳斥 真相违和 资料一查一目了然 再说黄金人猪狐军 还不报道